一场九月份的一个关说风暴 是我们的国会议长王金平 去帮民进党的大党编科建民来关说 这个案子大家都忘记了 那现在呢打了官司 最后王金平稳稳坐在那里 这个关说议长还在继续主持议会 那今天呢目前为止看到 加以外上不了台 这个议长的能耐 在这个时候是大受影响吗 不晓得我们再仔细地看下去 但重点现在烧的是什么 从关说风暴烧烧烧烧烧到的 特征组现在烧到叫做检听 那检听的问题讲 说不清我们讲不明白谁的问题呢 那么请进来带大家看黄世民的问题 黄世民没办法 你来立法院两次 9月20号来一次 9月30号来一次 每次来都让大家觉得 哇你又吐实了吗 这来才叫说实话吗 上礼拜到立法院说呢 反正见总统一次变成见两次 那么监听说只有监听科建民 结果也监听了林秀桃不得了 里头还包括了他先生的 包括他的女儿 那昨天又说呢 其实9月6号正式开启委会之后 还继续跟马总统有多多的这个沟通 但是都是总统打给他的啦 互动跟立法院互动越多 报了料越多 那这个检查总统是怎么回事 他现在告诉大家 不用逼我下台 监察院进去调查 要弹劾我再说吧 这个过程就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也就是说 他本身大家都看成是一个政治事件 除了司法以外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这里的一个演变 从9月 我们刚刚讲9月28号 杨荣中的那个监听立法院 他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澜 因为本来还是在前面这一个 可是监听了国会 那这件事情就被敲锣打鼓 包括开国际的记者会民进党 那所以9月28必须是一个关键 所以9月29法务部跟行政院的院长 昨天也讲 他跟司法院长中间要弄一个平台 法务部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那新闻也来说 9月28号 马英九去参加了这个季孔以后 回来一看 怎么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早上讲不清楚 还要他出来道歉 整个事情做了很大的一个翻转 所以我觉得9月28号开始是一个新的一个状况 那9月30号就是昨天 防务部长上任 那他也被去被寻 这个关键点就是 这个新闻 小小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 是他跟苹果的记者讲 这是他跟苹果的记者讲 今天才看到这些事情 那很多人就在看 马是不是把黄世民当成防火墙 也就现在大家看到 是不是像余文一样 用了就丢 现在看到了 火烧到这里来了 我没有叫他去监听国会啊 恐怕现马的想法是这样 对不对 我只在他前面这一块 那我这一块 我是认为他处理到这个王金平 他确实有这件事情啊 所以这个大是大非必须要坚持 可是监听国会这件事情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一连串的发展 进行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阶段 那过程当中到现在这个 大家有点看出来说 那是不是他也在 拉紧着一个他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说 我把马跟自己的关系拉紧了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讲清楚 马也承认 总统府也承认 确实有打电话给他 他其实在里面讲的是 第二次9月1号是 马英九总统请他去的 8月31号我是夜奔官邸 可是9月1号是马请我去的 所以灭亡计划里面 因为沟通的关系 所以在里面看出来 大家觉得马在这里面的角色 非常复杂 我们跑过马英九非常清楚 马如果想到什么事情 电话一打 喂 啊怎样怎样怎样 就交代了 不管白天晚上都是这样处理 所以我认为这个多次 其实可能很复杂的多次 很多次 嗯这是有可能的 对 然后你看 他在里面9月6号 9月7号 中央委员选举完 马滴时间赶快回来 王津平你赶快给我回来 要处理这件事情 他说我在嫁女儿 你在看那个节奏 9月8号他出来江一话 吴敦义我开个记者会 那是不是要问 事情怎么样进展到一个状况 9月9号他出来开记者会 柯建民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江一话接受媒体采访 才会讲那句 我们准备好了 没有立法院长的 这个王津平的这一段复杂 你就看他扣紧着 所以这里面在越来越多 什么东西 还有很大的问号 有没有很多的东西 没有讲出来 没有爆料的对于马 是不是不利 所以他们两个 有没有共生 他有没有在威胁 在这种状况下 我刚刚讲 他不是正式场合 被问出来 他是跟 不竟然是他在 议场上问的 有这个达询的新闻带 是在议场上问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看 这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是不是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事实 不知道 那就喜欢他来 一戳就有东西 一戳就有东西 所以司法委员会 一定会再继续看下去 继续看下去 继续再请他来 这又说了一些实话 就现在对于 这个黄世民来讲 叫四面楚歌 一堆的官司 等着他 检察员要查他了 法务部成立一个 这个特调小组 要查他了 那么检察官 评委会也要查他 现在是台北地检署 因为告了他 二十几个案子 现在开始成案 要来调查 重点是呢 要请马英九总统 担任所谓的证人 来出庭作证 事情发展 到现在这样一地步 四面楚歌的黄世民 我们刚前面才会说到 这么多 以前没讲的话 现在又讲出来 真的是失言而已 还是在这里 他也必须自救 自成 因为呢 马总统的习惯嘛 余文案子 大家这两天都被拿出来 这是马总统的习惯 那么要切割 或用了就丢 那现在黄世民最惨 万箭串音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说 柯建民没事 黄世民也没事 他最惨 所以怎么办 现在也要调查了 对 而且我觉得 一开始黄世民 是很大的问题 他抓到一只大大鱼 赶快跟总统报告 你知道如果我在 我们在蠢动 如果我是马英九的话 我也会打电话 因为跟我讲这么大事情 我要知道说 你到底了解多少 因为你都跟我讲了 我怎么办呢 可是黄世民 基本上第一栋 他就不应该去找马英九 这第一栋就错了 那后面马英九 就要怎么处理 所以可是他了解的东西呢 又可能跟 他所掌握的证据又不一样 中间的处理过程 又有很大的瑕疵 这东西都是他不晓得 没有办法掌握的 他可能认为说 我站在司法的天秤这里 我抓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国会议长跟最大在党党变 一个不太好的行为 所以他必须做这样的行为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这中间的政治处理过程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所以搞成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国内政治搞到现在是 一个国会议长 跟一个最大在党党变的 可能关缩行为 搞到一个立法院可能要解散 然后一个执政党的总统 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这是个很可笑的政治结局 是好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看 为什么会走到 这么可笑的一个状况 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 实在是发动的人有问题吗 那今天立法院这样 这些面 死残烂打的一个 国会的一个停滞状态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 乱源的一个产生点呢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待会回来